華美人文學會議員 歡迎大家參加華美人文學會 今天下午主辦的訪談節目 我叫何勇 是華美人文學會的公眾主席 我們另外一位公眾主席就是王國安老師 他擔任今天活動的訪談人 我們今天的話題是海上救市 所謂海上就是湖上就是上海 所謂救市就是在上海以前發生過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上海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城市 上海可以說是一個懷舊的城市 中國沒有很多城市可以說是一個懷舊的城市 因為上海的確有很多舊事可以值得懷的 所以叫懷舊 那麼我們中國現在史上面一些重要的事件 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電影 重要的藝術形式還有重要的建築 這座城市好像無故地和上海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覺得這座城市給我們無數的回憶 今天很多人去上海都是要追憶過去 特別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往事 我們覺得懷舊 懷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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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一位特別的嘉賓 這位特別嘉賓就是 Miss Kitty 賈 她的中文名字叫賈神 這個名字就是很懷舊的 給人這樣一種感覺非常美的名字 她是出生在上海一個非常顯赫的嘉賓裏面 從小是在上海長大的 她有很多這個往事和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覺得那天可能我們採用一種訪談的形式 因為汪老師他小時候也是在上海這個訪達 所以他可能自己也有很多感受 所以同時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所以下面我們就請那個汪老師和那個黑黑江醫師 和大家分享他們的上台往事 歡迎 各位看得見我們嗎 我讓華美給我們兩個椅子 那椅子可以提高的 所以這樣我就希望各位在後頭也能看見我們 不是因為我特別漂亮 可是in the case of Mrs. Ja it is 那今天我們做一個很別開身邊的訪談 因為以前呢我們不是用普通話 國語 台灣說國語 中國說普通話 就是用英文的 可是今天呢我們從來沒有過的 我們這個華美成立了十年了 從來沒有用上海話做過 那麼也是正好啊 這就是有緣分 那英文裡頭說有卡嘛 這個我呢先要用兩分鐘的時間說一下今天這一個訪談的來由 我跟賈女士見了三次 第三次我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呢 第一次我們就覺得挺舒服的 第三次呢我們在一起啊 她就說了一些中間上海的往事 說了一些她府上的幾位先輩的事情 我一聽了我就覺得跟我們人文這個宗旨啊 是非常吻合的 因為這完全是一個文化 今天呢我們就好像是有一個 現在還年輕 非常健談 非常記憶非常新鮮的 一位朋友好朋友啊 來說天保元年的事 有點像紅樓夢或者到了法國 所以我就馬上去請賈女士 這個我得要聚工啊 是我的工 我就趕緊我就說 我說Kitty 我說您來我們人文講講好不好 她說這個大概沒有人會要聽吧 我說我要聽啊 我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我說尤其是這個上海啊 我們中國人有哪個人不向往上海呢 所以我說那麼我還花了不少口 終於賈女士就同意了 所以今天呢我們才有這樣一個狀態 我也覺得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想到上海啊 就富有自主的就會想到我的母親 我母親是蘇州人 那正好賈女士的原籍是蘇州 後來到了上海 所以我們有很多可談的 我們念在上海上的學校也是一個 是中西小學 所以我們談起來有很多這些往事啊 都相當的吻合 可是呢 因為我不喜歡坐在這兒就一直講 所以就借了賈女士的腦子和她的嘴呢 我也想到重溫一下我在上海的舊墨 我在上海只住了三年 可是因為家母是蘇州人 所以整個我們成長的過程 就覺得好像自己是蘇州人跟上海人 所以上海對跟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今天呢 所以各位大家可以想到 我心裡有多麼的高興 所以我呢 我就用上海話訪問 各位有沒有人完全聽不懂上海話訪問 啊 還不少呢 那學學吧 正好利用這機會學學上海話 沒錯 去了上海啊 誰 一說上海話 人家說 又撒黑你 咋給美領啊 要是老是彎的那個舌頭 到了上海 到南方啊 不一定吃得開 所以我們華美啊 有一位我的好朋友 今天也在 說不定一會兒我會再介紹他 那個是Agnes 他上海話文 頭一次見到我就問 我說 Agnes 你會說上海話嗎 後來他說 因為我覺得他 什麼 就是perfect 我聽得懂 我說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聽得懂啊 好像有 有特別的 我想大概不懂上海話的人 不能懂的話呢 我就翻譯 我就翻譯成中文 普通話 好嗎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這樣一個語言的方式 希望大家能同意 同意嗎 同意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在座很多都是懂上海話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就開始 這一次呢 賈女士帶來一個PPT 裡頭有27張非常珍貴的相片 那麼我就 我們一會呢 就看一張 我們就會說一張 可是賈女士我想是 因為很客氣 所以她就沒有照片裡頭啊 照片裡頭都好像沒有她的那個特別的照片 所以我就挺遺憾的 所以我就先說一下她本身的生活 然後我們再看相片 這個好的東西啊 都要留到後頭 還有啊 昨天晚上 我跟我的共同主席 我們商量 我們說 要做一個這樣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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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上海話就出籠了 我上海話說的不太好 現在有人呢 聽我說上海話 他們說 你那上海話 首先 有點僵的 第二個 好像有點蘇州口音 不是純粹的上海話 我說 我知道 因為我母親是蘇州人 所以我那上海話 就是有點蘇州的口音改不了 碰到賈女士完全一樣 我跟她說上海話 我說 您的上海話裡 怎麼有點蘇州口音呢 她說 因為我原體是蘇州 你說這不是卡嗎 是什麼 就是緣分 所以我說 我們那個 然後我說 我跟那個 我共同主席 比我小的一大半 所以她有很多事情 她不是那麼想到老過去的日子 我就說 既然說上海話 是不是配點周旋的音樂 她說 周旋 我說你聽過吧 她說聽過 聽過 她說好像我家裡有一卷 我說那你帶來 我說能夠增加一點情緒 氣氛 大家是不是進來聽到周旋的歌曲 是不是覺得好像進入狀況 好像有點是老上海的味 所以這個 這個都是 你看我還沒訪問客人呢 我就先吹牛 現在我們就開始 因為賈女士的PPT裡 沒有很多她自己的相片 所以我就想先知道一點 還有就是我也沒有問過她 所以我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我就問問她 她自己成長的在上海的過程 然後我們就看她的故居 Kitty 歡迎我們來 今早我們特別是我們 佛羅里達的故事 然後我們像是卡利福尼亞 是吧 我也是個個 Kitty 特別是從卡利福尼亞到佛羅里達 從佛羅里達到紐約 然後 下車把得了二十七 Kitty本來一直把女兒給人跑了 所以今早呢 內宜的西山PY 來做得來了 以來沒有了 是是等於是為了 進來了 進來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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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現在的故事 昨天兩天到了 今早 所以我們 這個時候 真的想要拿 而且 幫我們 把室圖 把寶貴做的 做好來不得了 因為 農俄照片裡上來 根本沒有農史家的 但是我可以去 有一兩個少年 昨天是農 有一個女少年 還是農 但是我會問一句 照片的人 我問農 可是 農年是誰 那時候 我當然是誰 兩個學校 兩個學校 非常熱 我還想要 她兩個學校 絕對 在一天 有一個學校 三年 每個學校 都沒有 到處 一邊 三年 四年 為了 師匠 阿 非 三年 它 所以我們在肯定館不來一遍 可是我們都只會賣出來 因為剛剛好個學生 廣東學生是四歲的 喔 都會講話不來 四歲的 當成人 所以到至少有多少學生 所以賣出來 所以我們就調到中西 比較鬆的 這是中西小學 這是中西小學 在上海 是教會版的 另外那家女士說 她去過 現在還在 以前她開第一個學校是念的徐家慧 上海有個徐家慧 說到這個徐家慧 我必須要很快的介紹一下 就是跟我們今天在座的 剛剛我提的那個Agnes 她是徐光琪 徐老太爺的後代後世 上次我們辦過一次 有四個大的天主將的家族 中國最早的上海 賈女士的祖上也是四個大家族之一 還有就是徐家 所以我們在上海中西小學 在上海中西小學 有個徐家人 有個徐家人 所以我們都在上海中西小學 在上海中西小學 什麼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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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有一個徐家 叫德拉斯特路 上海有一條脈絡叫 德拉斯特路 哪會有這些 就因為在法租界 所以都是那個 我想以前可能是 德拉斯特路 或者是一個法國人的名字 姓 所以叫德拉斯特路 小時候啊 因為每天上課 就說到德拉斯特路去啊 沒緊啊 因為我家在法租界 就在德拉斯特路 那兒呢 有個中西小學 中西女中不在德拉斯特路 中西女中那些什麼地方 好像你哪一個地方 哦 現在還在呢 現在還在呢 各人的中西小學 你哪一個地方 在另外一個地方 有那麼巧啊 就我們都上那個 中西小學 各人的中西小學 各人的中西小學都是結婚的嗎 這兩年啊 兩年啊 你們是經西班尼 十階堂 通過五日啊 通過五日啊 對 跟農西班尼三日館 哪一天 好像有春天 哦 跟農子跟走 不是Christmas Day